我們催眠呢 在做治療的時候 是不是醫生會拿一個懷錶在那裡甩 醫生的髮氣其實很有趣 他說他不用懷錶 他今天要我準備一個道具 我想是大家都會很想看到他到底用什麼 就是這一個 Hi 大家好 我是佳景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談一個大家可能會很好奇的問題喔 我們常看電影裡面啊 影集 你都會看到很常被拿出來使用的素材 通常他也會讓人心很著迷 他就是催眠 今天呢邀請到孫醫師來跟大家分享催眠的 大家可能會好奇的一些 他到底背後是什麼啊 怎麼做 現在邀請孫醫師跟大家就是打個招呼 Hi 大家好 我是希望先行診所 孫某君孫醫師 我自己很常聽到我們催眠呢 在做治療的時候 是不是醫生會拿一個懷錶在那裡甩 醫生的髮氣其實很有趣 他說他不用懷錶 他今天要我準備一個道具 我想是大家都會很想看到他到底用什麼 他到底用什麼 就是這一個 這個 在催眠他的原理 或者是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如果在我目前會的 其實催眠分成三種層次 一個叫做直接催眠 直接催眠可能是我要 要你進到催眠裡面 所以也許我用某一些方式直接影響你 直接要你進到催眠當中 第二個層次叫做間接 間接他在某個角度上面就是說 我可能不想要那麼讓你覺得我正在催眠你 但是他在某個角度上面他的心態其實還是我要催眠你 其實中間有多一個我不想讓你知道 我在催眠你 我要藏起來 嗯 那第三個層次就是 就是我根本不在意催眠了啦 其實這裡面很好玩就是說如果我們要用在治療上面來講的話 每個人他所想要的會不太一樣 他會找到最適合你的方式去跟你互動 大家印象當中最符合大家想像的大概也就是實際催眠 所以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用懷錶嗎 或者是請你盯著很遠的一個光點 然後你一直看著他一直看著他 你看那個光點好像開始在晃喔 以這樣的方式去引導你進入到催眠的狀態當中 在這個狀態當中呢 我再給你一些暗示 比方說你想戒菸 我可能就告訴你 接下來你聞到菸的味道 你都會覺得菸是臭的 你可能會開始很討厭菸的味道 等你清醒過來之後呢 你繼續都會討厭這個香菸的味道 所以這是一個很直接催眠的例子 第二種的話 就是變成說你不能那麼明確讓他知道他現在要恍惚了 要恍生了 你可能甚至是不想要讓他知道他有被催眠到 我曾經也有個案啊 比如說他想要放鬆 他想要睡著 然後他真的睡著了喔 但是醒來之後他說他沒有睡著 然後給他看他大腿上面 被我用奇異筆畫 他說 這什麼時候的東西 所以他其實已經進入那個狀態了 這種狀況就是說 還是要彼此就是真的都信任 不然他反而會覺得 欸你怎麼這麼可怕 你怎麼偷偷傷害到我 那我有沒有可能會發生什麼恐怖的事情 事實上在治療當中我們其實不太會很常去運用到這些東西 所以聽起來真的拿來做治療了應該是第三種對不對 所以第三種的話 他其實就是一種生教了啦 也就是說我們最常用在治療裡面的部分 我們從小就都被催眠 然後被催眠什麼 靴如逆水行舟 下一句是什麼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下一句是什麼 阿神 怎麼折退 不盡責 對對對 不盡責退 我真的沒有好好被催眠 我們會很常被教 我們還不夠好 我們要更有上進心 那如果你得到錯的時候就是不夠堅強 對對你不夠堅強 你是草莓 不夠努力 我們事實上治療都在 逆轉這些東西 把這些東西丟掉 協助一個人怎麼把這些東西放下來 然後他可以真正的 知道原來我是好的 我曾經有個案給其他治療師做放鬆的催眠治療 做了一個鐘頭 然後他沒有放鬆 他到整間跟我談 談了三分鐘以後 他臉色突然很凝重 跟我說 主醫師你剛做了什麼 你暗示我什麼 他已經有點生氣了 不是 他放鬆了 他很堅信說我一定有搞些什麼東西 不然他怎麼會放鬆開來 重點是我沒有很用力要去跟他做放鬆這件事 但是因為我是舒服的 所以他跟我的互動當中他突然就變舒服 所以他就得到了這一份催眠的效果 他內在他是很害怕的 他覺得這會不會怎麼樣 所以他馬上又把自己拉出催眠的狀態 然後說你剛剛是不是做了什麼 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就想 第一種直接催眠會不會有效 然後甚至你想要偷偷摸摸繞過去要間接催眠 會不會有效 都可能會是無效的 催眠就比較像是我如果相信人是值得被重視的 跟我互動的人 他漸漸的也會感受到他被我重視 會相信他自己是值得被重視 就是一個催眠 是的 那他就是我們說的 催眠其實是一種引導 在什麼樣的狀況會讓個案接觸到催眠 我們如果講催眠的話 其實催眠無所不在 我們從小就一直被催眠 我想到的是我們被催眠的時候 我們要成為什麼叫做好的學生啊 好的孩子啊 父母是最大教主 催眠教主 有些時候 我們其實需要知道 父母也許他沒有惡意 但是他會的就到這邊而已 比方說 父母可能都希望我們會反省 但是他可能分不清楚 反省跟自責的差別是什麼 他可能也沒有能力教你如何不要自責 因為他自己就會自責 父母的催眠如果是一顆榴槤 我們就是把刺拿掉 然後吃裡面的好吃的部分就好 大家應該有感覺到 其實在講催眠這件事情 他其實是一個很廣義的東西 他不是這麼狹隘說 他到底可以幫我什麼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接受這件事情 那我就還蠻好奇 蘇醫師有沒有遇過病人一來就說 我要 透過催眠 來知道我的前世精神 你有遇過嗎 有啊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做了一些 我只能說 過去有一段時間在流行韓劇 藍色珊瑚礁啦 還是什麼 什麼什麼 對那陣子很紅 然後那段時間有一些個案他做的 催眠 他的前世精神很多人變成 他前世是韓國的公主 就跟那個時候最流行的東西掛上了連結 我們是不是有前世 我只能說我的經驗裡面 我所跟個案做出來的前世 我並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那我知道了之後 到底對我這一輩子 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幫忙 比方說我前世是一個殺人魔 所以我這輩子要做好事 可能有好好的用途 當然他說我上輩子這個殺人魔 所以我這輩子活該就是要很痛苦的過完一輩子 也許這就不是一個幫助 所以我覺得要自己 門心自問的是這個前世精神你知道了會對你現在可能有什麼幫忙嗎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連結會讓你想知道 我會想要好奇個案為什麼會想要知道這些 如果他 這條路上面他需要知道這些 我可能我會願意協助他 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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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他不是 突然就 啪一下 因為突然啪一下 但會有後座力 比方說 你本來很害羞 然後我要你突然變得很開放 那你那個開放當中你會受傷啊 你可能會後悔 就很像是一隻 蝸牛躲在蝸牛殼裡面 那我們不是把他拉出來 我們是 協助他慢慢知道 外面的陽光不錯喔 可以 出來享受陽光 我之前看過那個電影 他不是一個會打架的人 他會催眠 他就對著鏡子的 吹毀 或是會打架 當你全然相信的時候 你就會啦 你就會啦 這有趣的就是當我對鏡子說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做到這件事 然後我就驗證我自己催眠的東西 我真的做到了 然後下一次就良心循環 就良心循環 我之前有用這種例子蠻多次的 對鏡子這件事情其實是蠻容易 你對鏡子說我是一個值得被愛 我是一個值得被肯定的人 儘管一些錯也不能否定我全部 每天講 就算你犯錯那個聲音就出來了 你就越來越有自信 覺得犯錯只要再回顧就好了 那聲音就建立了 可能 自己是可以達到這樣的良心循環 有一種自我催眠的 叫做 多重人格 其實他自己把自己催眠了 他有好幾個人格 這些人格不屬於 他自己 他們某個程度是辛苦的 比如說他要求自己 脾氣要很好 所以他不允許自己會生氣 那他可能人格裡面就會有一個會罵髒話 很兇的那一種 為什麼 那個人格他還是會在 因為他要保護他 然後他也會失憶 我們在治療當中 基本的角度是 我怎麼協助他整合回來 坦白說是 這是一個危險的事情 有些人像是從沒有記憶到 變出記憶來 這個是有可能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更常遇到的是會有個案來跟我們講說 他想要消除一段記憶 事實上 消除掉了的話 他就不是他啦 他可能在背景 層次上面繼續影響到他 我們不是把他 全部變不見 而是協助他有沒有辦法能夠 容易跳出來 不會卡在那 所以那個記憶還在 所以我比較常用的隱喻是 也許我不能幫你把他變不見 但是我可以協助你把它放到博物館裡面 那我們沒事不要進博物館 可是博物館會協助我們紀念 協助我們記得一些教訓 協助我們可以學會怎麼保護我們自己 我把他嚇掉 我就變成一個很單純的小朋友 可能下次繼續受傷 受傷的時候那個本來關起來的又被打開了 那就 治療師為什麼要害我 博物館這個概念蠻好的 有點像是歷史是拿來讓我們可以回顧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我們可以避免 我舉例 你現在有沒有記得你家裡的客廳 好 你什麼時候開始記得了 你剛才都一直在想著你家裡的客廳嗎 沒有 什麼時候開始想的 剛剛一起的 好 對啊 所以他可以不用一直困擾你 大家可能會關注說催眠竟然是必要的 他的費用會很貴嗎 在台灣 例如我們診所 其實大概從2000到大概6000 左右 其實這個區間啦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跟你的 治療師 那個feel對不對 你自己覺得 有沒有 滿意 每一個人根據他實際的經驗 跟他治療的能力不同 當然還有 會有所謂的名氣 也會有差異嘛 這些費用範圍其實很廣 比如說有一些所謂的實習的老師 他可能有人 500塊的我也聽過 那有些已經是治療師了 他可能1000多塊我也還是聽過 那1000多塊 2000 3000 剛剛講的是從每個小時來去思考 所以這些是 他是可以不動 那跟不同的治療師也會有關 你給資商師一些機會 等於是給你自己一些機會 讓人生可以有不同的可能性 那催眠其實在做 如果是這麼的開放性 必要性 他會不會有後遺症 看治療師怎麼做 事實上 如果 催眠治療我們用在好的方向 沒有後遺症 這又回到我們剛剛講 你怎麼去挑選 你怎麼去決定 能夠 陪你走這一段路的 催眠師 治療師 這個很重要 印象可能 也許對某些人來說是 不夠專業 嗯 你可能根本不會治療 但是 有一句話嘛 叫露瑤芝瑪利 下一句 視野線已經好你被催眠了 我剛起來想下一句是什麼 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一次 很高興今天接受梅一芝的邀請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啊 請按喜歡 訂閱 然後你可以 把那個小鈴鐺開起來 謝謝大家 謝謝拜拜 拜拜